好 歡迎收聽今晚的動漫無雙 我是主持雪凌 有馬二 贏者 最差的是我們這裡有一個人 其實是會提升一些心理壓力指數的 乖乖 誰呀 你出完那個Post之後 就有聽眾在Skyview問我 你們真是情人節錄音 我說是情人節錄音 不過是下午錄音 其實有什麼關係呢 有關 今天很多人 發力指數應該都標高了 那星期六是錄音 我們的確是星期六錄音 你星期六不用上班的 即是正常要上班的人 沒有分別的 沒有關係的 你跟我們一會兒講的那一套 那個教授是沒有什麼分別的 為什麼 跟你說要增加我們的法律指數 好 信殺了你 另外要講題外話 應該會大家在情人節錄音 即是2月14日 又要再提一次就沒有錯了 就會看到這個PlayStation HK 即是Sony那邊 會有一條很可愛的影片 放上來的 覺得大家值得去看一下 非常有趣 我甚至有想像 究竟是不是我們 我叫了有馬和夜行者 不要來 只有你一個在這裡 我幫你模擬那段影片的條件 那我們就要到外面開傳 今天 我想問他們兩個人戴著馬衫面具 然後就 CAN FAR CAN FAR CAN FAR 好啦 我們講回今天的正題 沒錯 今天講童人 第二個童人 我們講第二個童人 這個童人 都是有點不正常的 都是癡癡理善的 我們今天講第二個童人 就是Psychopath的耳櫃 我看這套東西的時候 我都證實了我一直以來的想法 虛淵的故事裡面 他真的不太適合做耳櫃 他沒有期望你做第二季 因為他寫的故事 其實是有一個很完整的結局位之後 你再去伸展下去 其實Psychopath 2 你看到很多一些話題 他是試圖去探討另一個方向性的主題 但你看到就是 他講的內容的套路其實是一樣的 還有跟本傳可能有衝突或者矛盾的位置 對 而最矛盾的東西 不外乎的就是我們偉大的女主角 常守珠 珠姐 他在整個二季裡面 簡單來講 一季的事件裡面 最後他是割低了一句狠話 就是西比斯系統 你恩主 總會有人有一天會來認識你記 然後他二季 他恨到了 真的有人想這樣做 但是他繼續告訴你 殺人是不對的 你應該用一個正確的途徑 正確的手段 令到大家這個世界人 都會幸福的手段 不可以傷害任何一個人 駭傷都不行 你去認識他記 你說Window98 請正確關閉電路 沒有燈電線 燈電線會弄七部機 又會壞一點 不是啊 Window98你已經可以放心關機了 在第一季裡面 這一句的狠話 其實是埋了一個結局 就是我們第一季 我們那時候也說過 常守珠不會去擔當這個 他只是一個 即是 這是我的結論 之前那時候無懈 你有另一個看法 大家可以聽到 那一集 在我的角度來講 阿珠是站在一個 道德高地的位置 他在這個系統裡面 其實 好聽這麼說 他是一個 在二季我們也看到 他是一個幾乎有特權的人類 認為法 是一件非常美好的事 他覺得人類是應該要守法的 而就是說 現時來講 以我的智慧 我想不到一套比你更好的法律 所以我認同你 但是呢 我都覺得你是有問題的 要改進的 要改進的 而覺得就是說 在不久的將來 會有一套這麼好的法律 會來取代你 那我就可以認識你機了 就有人會認識你機了 其實呢 在這個裡面 我都說 朱姐是處於一個很被動 他想試圖 又說他令到這個世界 好像想更加美好 但是他又想不到方法 怎樣更加美好 維持現狀 簡單的 即是他覺得 與其去沒有一個風險 令到就是 可能認識你 現在我認識你機 令全世界的人 有機會不幸 不知道會導致什麼後果 大哥 他是不願意承擔這個責任 因為 都得高低 又不是這麼說的 正如所謂有 necessary evil 即是 有時候有些事情 就是說 制度上有缺陷 或者有問題 但是 如果你當下 就改變了制度 造成的社會動蕩 那個不穩定因素 又怎樣呢 即那個空蕩期 你又怎樣取代呢 如果你未有一套 比現存一套完善 哪怕他有多大的缺陷 至少暫時的社會 仍然是運作到的 那些齒輪是正常的 那如果你將這件事 從頭推好從來 然後摸到新的重新架構 的話 這問題應該是更大的 很多時候你說 就算套回現實社會 歷史過往的 所謂的 朝代交替 其實都是這裏 都是同一個問題 現在就是說 西比斯這個王朝 朱姐他有一個機會 他去推翻這個王朝 但是他 因為他不是一個大令人 他自問自己 不是啦 至少就是 他覺得 他沒有可能 在毀滅這個系統之後 他可以重新建立一個 西比斯現在的系統 好的東西 他想不到他就知道 他就看到這套系統 不好的地方 因為他作為一個最前線 去審定 究竟 一個人是否犯罪 其實他不是看到這套系統 不好的地方 正確地說 每套系統 都一定有他的好和不好 我想沒有絕對的理想 哪怕去到樂園追放 是同一個道理 但問題就是說 當這套社會系統 或者這套社會制度 不為人所知道 他裡面的運作情況 他的陰暗面之前 大家覺得沒有問題 但是如果你作為一個知情者 你知道了他的問題 知道了他的一些 不光彩的地方 或者有問題的地方 那你就當然覺得他在改變 但是站在社會普通民眾的角度 其實你沒有一套系統 可能會有更大的問題 這個就是他的想法 但又未去到監視 或者他認同 這個的比喻 我用一個很地道的 就是吃糧粉 你會覺得糧粉好吃 但當你知道糧粉怎麼做的時候 你會覺得你不是太想吃 其實我看到這套動畫的時候 你剛才說的 就是非一即零 會不會說 甚至乎有一套 譬如說你覺得西比斯系統不好 它可不可以有改變的地方 GJ會不會看這個可能性 而一季裏面 其實一季裏面 我們做不到這個判斷的原因 就是因為這個世界觀 被我們狹窄的客人告訴我 就是 好似這個世界就是西比斯系統 因為他沒有說過意外的地方 我們不能夠判斷這個世界意外的地方 用一套馬斯茨臨 但其實二季 其實他是跨越了這條線 他已經告訴你這個西比斯以外 其實還有另一個 不是西比斯系統支配下的世界 那那個是 他已經提到外國是用另一個制度 不過是日本用西比斯 他有說過 他有說過當年是用西比斯 還是用其他東西 他有過一個討論 但其實你很難比較 因為他沒有正式這樣說 而且很多東西可能只有一個討論 這個系統也只有一個討論 以及實際運行兩項 就是運行之後 那個系統未必比西比斯 而且反過來 如果你說用虛冤過往 寫劇本那套套路 或者是模式來講 他關常 你說他作為一個修結的 即是他本身 每套作品 有一個獨立的世界觀 他有一個獨立的世界設定 或者是一些增淫的東西 但問題就是 他當作修結的部分 當然他是大人物大世界 他會用人物來作結 亦都會用一個世界性的作結 就是以那對男女 或者以那個主角的 一些未知的東西 以及一個新的世界的開啟 或者是世界的終結 他會用了那種東西 例如說沙爺的開花 整個世界洗牌從來 你譬如說你去最近的樂園追放 再探索一個新的世界 他很多時候會用這種東西 但其實他是不是對於世界 或者世界 和世界之間的制度的比較 其實他沒有這個概念 他很多時候 只是留一個空白 一個留白位 或者這樣說 他是集中說一個制度 因為我會這樣說 他不是說一個世界 他是針對某一個國家 某一個角度 某一個指定的政權 某一個指定的政制 他是用那個位置 他是圈住了這個故事 那個故事說 你不要看意外的世界 他只是在看一缸金魚裡面 那個魚缸 他不需要你水族館裡面 有多少個魚缸 他還說那個 緣的話 也是以這個缸為緣 而二季那裡 其實也是未來 我們將會知道的劇場版 其實是想跨越這條線 當然我不知道這個劇本 是不是虛遠寫 但他現在報警局 是在做這件事 是將西秘斯以外 其實這裡是有比較 當然你說 回到我們二季裡面 朱姐 經過了神鵬 離開了之後 以及二夜座被燈了公公 的時候 他正式坐在一波一姐的地位 還多了一條線 真是 多麼開心 這條線 但這條線 不是很聽話的 不是 上季 林一集很乖乖女的 今集什麼事 變了反骨 上季你怎麼知道 乖乖女的 上季是一個受害者 你只是看到他拿著槍 你來了 對了 拿著槍 進去打吧 新入職 正常是尊敬長輩 前輩 雖然我對朱姐 有多少不滿 在二季裡面 其實沒有什麼所謂 他上季已經釋懷了 他上季已經跑完 那是HAPPY END 死老爸是HAPPY END 你也很情人節 在二季裡面 其實講了一個監視官的設定 只要你能夠捱到十年監視官的工作 在厚生省就有一份高薪厚職的工作 就在等著你 即是甚麼職 沒有說 馬民就肯定撼亂 這個是我們在二季裡面 阿朱姐當然 現在做了他最多兩三年 原本你說一季的故事 集中在一科的故事 其實在二季裡面 其實他講多了其他不同的科 因為在上季 我記得我們說 其實其他科是沒什麼用的 在這個西比斯系統下 其實只有一科 其實是 二三科是拿去哪裡 二科、三科 那些全部都是不做事的 大家不做事 別人做事不知道 在二季的開始 明白的 其實朱姐 跟著在二季的態度 就是甚麼 他就是站在這個法律的最前線 那一向都是 因為始至在一季裡面 他獲得的超延地位 其實他在做一項 跟西比斯系統有少少背道而馳 但西比斯系統不太理會他的判斷 就好像其實無論是 那個數值超過三百 應該執行對象打爆死的 但他不會打爆他 他會嘗試 嘗試降低他 他覺得是有救的 因為他覺得這套是 這麼像那些原主寬樹 他明白就是這套系統 並不是完美 在一季裡面 他深深理解到 他覺得 人類是有可能性 即是說 不是這套系統 說你是高的 你不是必定 除了死之外 是沒有其他的選擇 沒有出路的 當然在這個過程裡面 很肯定 就是一季和二季之間 相隔了大概一年時間 那位 雙月小妹妹 雙月小妹妹 有一個天真無邪 甚麼都不認識的 新人監視官 去到二季頭 就看到 她已經嘗試反抗朱姐 她已經被污染了 不是 她已經看到朱姐 有太多些 可能是那套系統的手段 經常都不跟規矩做事 我覺得其實 相隔的角色 如果你用這個視點去看 他是一個正常來看 我讀書 或者我的監視官守則裡面 告訴我 不是跟這套系統 但是我上司 他是跟另一套系統 而他跟這套系統 他又看到他沒有東西 你應該說 雙月是一個優秀的軍人 他不需要有自己的 他是一個專業的軍人 沒錯 他是一個專業的軍人 是一個專業的監視官 沒錯 我們在貴尾裡 也看到西比斯系統 認定他是一個非常優秀的監視官 這個事件裡面 當然就出現了 我們在新翻的時候 都說的 一個透明人的出現 一個被西比斯系統 不能夠辨識到的人 犯罪事件裡面出現 就留下了WC 所謂的 Walk Color 的一個 洗手 的一個問題出來 其實這個問題 其實這個問題 實際上就是 你究竟是一個 什麼顏色的人 其實你是什麼種類的人 什麼種類的人 我不是王總恩 不是 甚至有說過 就是你 在這個系統之下 你好像在看規矩制度 但你好像沒有了你的個性 哪種階級的人 是西比斯系統 認為你是哪個階級的人 其實你在這套作品裡面 二季都是這樣的 我們在工場事件裡面 也會看到 有一個 就是碼頭的機閒工場 對 有一個人說 其實有很高學歷 有什麼 但是我被定義為 就是這一種工作 這個有什麼崗位 我只能夠去接受 不是的 就是你背叛了那個系統 其實我覺得 Walk Color的定義 就是 你自己本身 即是你本我 其實我講清楚 你本我 究竟是什麼 但是這個系統 不容許你這個本能 或者是 不容許你這個潛能 如果你用回 就是暗殺教室的例子 小碩 就是那個說 我很有暗殺才能 他很有偽量才能 就是我是一個 很有暗殺才能的人 但是這個社會 是不會容許 你暗殺很厲害 你將來前途一片光明 記得你 成為一個最清殺者之後 不要忘記我 你不能稱讚他 前途一片光明 祝你 前途一片黑暗 你不會這樣說 有些的才能 可能是 不備這個社會 或者時代 你可能說 我是一個 軍事才能極高的人 現在這個世界 可能沒有戰爭 沒有戰爭 其實 或者你是一個 渴望戰爭 很有戰鬥能力的鏡帶 這就是不需要戰爭 可能是講智慧的 屠龍的能力 但這壺龍的世界 不好意思 那你怎樣有屠龍的能力 戰鬥能力 你可以做慈母 我起碼都 在這個系統裏 其實我覺得 某種意義上 是在說這件事 其實是 你自己 因為你是被社會 虔制住了 社會就是告訴你 這件事是對 這件事是錯 變成一個系統 像人民 反而反而 變成系統 好像養一班機械人 那班不可以有自由的意志 這類的制度 其實在一些比較封閉的鐵木國家 其實過往是有的 在冷戰時代 即是 政府機關定義 你做什麼職業 那你就做什麼職業 那你不能違背 甚至很荒謬性 可以說 你家人是做這些事 總之你也要做這些事 但問題是 這個你站在社會的階級 或者是職業的道向 但其實你也可以用另一方面 人生 Walk Color 如果你當作顏色 好像彩虹 紅色 藍色 綠色 其實反過來 你會發現 在這套作品裡面 特別是 譬如說 青柳被殺 那個 診療所事件裡面 大部分的人 是不容許 有一些過度激盪的 反應 或者性格 其實它是要因應 你這個Cycle Pass的指數 而抑制自己的情緒 你們很難獲得另外一些刺激 或者激烈的感情 所以 反過來 他們是一種很統一 或者甚至可以說 無機性的生物 你不會看到一個人很容易生氣 或者很抑鬱 因為這類型的情況一旦出現 就會被西比斯判斷 為一些 你有問題 執行對象 我會這樣說這件事 這裏就是 這裏就是 這個系統定性了一件事 就剛才好像 I Am有說的 就是 你不能夠反抗 因為他會告訴你 我就是對的 你一定是錯的 你不要問那麼多 你問的話 就是 你對我有質疑 你對我有質疑的話 其實他這裏說的一件事 就是 根本上這個系統 其實是不太容許 一個有自主批判性的人 即你會覺得 你要去質疑 就是每一個的決定 究竟是對還是錯 因為現在這個西比斯系統裏 就是告訴你 這一個 Cycle Park的系統就是 我不管你那麼多 我不管你做過什麼的善舉 你曾經拯救過一百萬人也好 總之這一刻 你犯罪指數高的這個稅 不好意思 你所有的公職 我不是跟你說 我跟你說當下 這個位 總之你就是一個有問題的人 我就要剔除你 其實甚至乎 這些系統就是 好像一種宗教 就是他對一些 有批判思想 有懷疑 好像一個異己者 宗教呢 是感性的 但理性 有科學根據 你錯了 你覺得他是理性 他也是這樣說 他們說有一個 思神會是溫脆的 還有 你說再深入一點 其實說人家說 還有一件事是漏了 就是說 他不單止是 將你這個社會上奴態 他也有別於說 我們過往認知 社會那套制度 就是說可能 大家透過考試 看那個 學歷 或者職業上面 你怎樣去 個人去爭取奮鬥 獲得社會地位 你可能說 你社會的失敗 可能就變成了一些 做一些比較似乎的工作 或者生活得比較困苦 可能就是這樣 或者你個人的不幸 可能生活了一些 比較不好的家庭 他不是的 他是說 當我判定了一個人 他是一個什麼都不適合 他是一個社會最低情的人 我判斷了你之後 你只能夠接受 你要接受你自己的地位 你只會告訴他 你投錯胎 你拿錯你的前輪 你接受他 我已經分會了一個 就是說 在你這個情況 我最好的選擇給你 一個星期 要回七天工 但是還有時間休息 其實你應該覺得 開心才是 對不對 是這種態度 不是這種 而你說在這個故事裡面 總會有很多人說 其實你很難有 一個人說 他會覺得 每個人都會說 我的潛能不單止是這樣的 我不會甘於說 你這樣訓練了我 我是沒有機會翻身 我可能說 我是真的有提升過 但這個提升 或者是你的潛能 慢慢的發展 那個潛能 不是這個系統 或者社會的需求 甚至系統不會認可 你真的提升了 他會有什麼回報 不是 他的回報就是 你的潛能就是 全部提升了 恭喜 這些人 更加會 觸發他的犯罪 就會更加高 因為對他 他自己覺得 他自己有潛能 但不受這個系統 所認可的時候 他就會類似一些怨氣 沒有 一槍爆了 你玩完 OK 反之你說 今季的故事 其實很集中 講了很多 不同類型的監視官 其實是 無論 朱姐是一個最經典的例子 他是幾十人 然後 雙月 雙月 就作為一個新人 慢慢接觸到這個社會 這個制度的陰謀面 然後 然後 青樓鞋打雲 其實走了一會就沒有去 介紹這個角色 因為他走了一張太快 被人開啟了 走走一張的角色 其實在二季裏面 他是做得極差的一個角色 童人 抓了之後 當然 那些人叫他另一個名字 我喜歡叫他童人 叫什麼 阿斯蘭 沒有 我以為你說童人 抓了酒精之後 你們以後不是叫酒精 你叫阿斯蘭 阿雄人 拿了酒精的眼球 然後 他突然拋了一個設定 我覺得那個設定是幾無謂的 那個設定是女人的設定 酒精一醒來之後 就發現自己 綁著被一枝 Dominator Dominator 然後他就 哇好害怕 然後犯罪出場就不停飆升 但是他很傻 為什麼知道他會動 他就指著他沒有用 他不會射他 他指著 然後他的手擺著 我難聽說 其實那個人真的有些問題 大家都知道 支槍不是自動發射的 就算你去到一千也好 你不按鍵的話 支槍是追你不上的 扣過他的眼球 他看到自己的犯罪系數 不斷地在提升 然後 最有趣的地方 我也算了 你當作 在這個社會制度之下 生存的人類 真是很不受得壓力的 就是被支槍指著 或者隨便被支筆指著也好 他可能他的犯罪系數 他都不認得了 OK 沒有問題 然後 在同仁跟他講了一段話 你不用怕 他就說對不起 然後無緣無緣無故 那個我覺得 三毋力長 最壞 同仁把口 就是 不是 三毋力長 是恐怖的 就是 你不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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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有個系統 他 他有個系統 他失憂了他 他失憂了他 緊張壓力之後 他心理指數會下降 沒有問題 很正常的 物理現象 而這裏叫你不用怕 我會幫你 將你的色相 會變回 正常 正常的 然後 他突然間 很冷靜 我當作 你聲音很慈性 很有吸引力 可以令到一個人冷靜 這件事 我覺得 我都算你了 然後 然後你看到就是 到了 同仁 過了這個 治療所的事件 回來的時候 你看到清朗 整個陷情密密 等待一個 家夫歸來 那樣子 那些不是 調教完成嗎 你這套東西 即是說 你是不能夠接受 一個人 在沒有任何解釋 變化之下 突然之間告訴你 叮 他洗完腦了 你別說遊戲了 你錯了 所有這些作品 都是說 第一人 第二天 第三天 中間的過程 是不會跟你改 但你見到 結論是不完 最後有四個字 洗腦完成 你不用你中間的過程 因為 100%成功 我這樣說 同仁這個角色 和第一季 神島的角色很不一樣 神島的角色 是純粹靠他的領袖魅力 和他的職能 他沒有領袖魅力 指著他 他知道很多西比斯系統 以外的世界的知識 告訴你 其實這個世界還有民主主義 很厲害 這傢伙很厲害 我一定要跟著他 但是 同仁是沒有這件事 同仁是 他只是一個 團體的綜合體 一條鹹魚 簡單 不是 他被人孤立 孤僻了 但是我們在 一季裡面 神島這個角色 我們清楚知道 你不要理會那些知識 因為是這個世界裡面的人 這個系統裡面的人 他們不清楚這件事 當你接收了新的訊息 你會覺得 這傢伙真是很有智慧 他會有一種魅力 在那裡 你想跟隨他 你想知道 在他身邊 接觸更多不同的東西 還有另外一個很大的分別 第一七和第二七 兩個反派角色 他做的方式是很不同的 因為神島他做 我剛才撇除了 他本身 有一兩個人跟著他 但是 他每件事件和事件 其實他所做的觸法 就是 他將一些工具 一些概念 一些知識 帶給事件的主謀 然後 他將社會上 一些很奇怪的特化的人 去推他一把 觸發這件事發生 就是那些 用人皮來雕刻 狩獵 那些東西 其實 反過來 你從觀眾的立場來說 你每件事 有個不確定性 你都會每集 有個新鮮感 但是去到這裏 反過來 他其實是一個 系統的推移 你會見到 童人是慢慢 透過摸索西比斯的系統 在這個系統裡面 他是怎樣運作 然後用回這個系統 來擊破他 但是這件事很荒謬 你用這個系統來擊破他 你找這個系統的漏洞 其實有些不同 我會這樣說 童人這個角色 在二季裡面 其實你見到 就是跟隨他們的人 他不斷說 我跟到你真的 我無語無悔 這一生 我這一生真的無語無悔 但他沒有確切說 沒有邏輯 沒有邏輯 他究竟給了什麼 他 我不知是否叫同仁 一定有三位立場 但那個同仁都是女 這個同仁 連兒子都可以做 你要知道 最荒謬的事情 就是當你覺得最符合 應該跟著他那班人 是在最後才出來 即是地鐵那個位 你見到有班人跟著他 就發現 原來跟著他那班人 就是以前的非結束 死的同學的親戚 即是你覺得 原來他們是 在繼承他死的親人 的一些位置 去做一些事情 那些人去幫他 你覺得是合理的 但之前那班人 完全就是 我教你做瑜伽 搞低 Psycho Path 然後 我就跟隨你了 沒有你由故 很重要 搞低 Psycho Path 他保持自己的財富 權力 地位 還不是神 或者這樣說 其實他降低 Psycho Path 指數這件事 其實有點像 一季裏面 就是 神島的免罪體質 他將免罪體質 是人工化 就是告訴你 其實 有一套方法 是有一個方法 系統化 對 不需要你天生 就是這種體質 或者是你 因為接受了什麼 就是你的思想問題 他就是後天 將你的思想 改造成這個方法之後 你就能夠 就是我可以 無視這個系統的檢測 去做我 發展我自己的潛能 你明白 一季那時候 都做過這件事 一季那時候 有一套盔甲 可以當免罪體 對 一季有那個 第二季就進化到 用藥物 用藥物來講 你明白 在這個系統 這個社會裏面 你只要掌握到 Cycle Path的指數 你就是一個王者 告訴你 如果他這樣做 他開班授奴教你 怎樣做 那你不是神 不是 考試機器 就是這樣一回事 其實那些人 都是為了 和人研發了一些藥 可以減低它 而令到他可以做很多西比斯 本來不認可的東西 來達到他 保住他那個地位 那些金錢 那些東西 所以可能 有機會 是這件事 吸引到他們 沒有搭天王 是的 但你提出了一個很重要的東西 其實這季有一個東西 我會很不明白 也覺得很兜負 首先 他說他掌握不到 掌握不到同仁 掌握不到同仁的原因 就是說 他那些東西是東興西秋 其實他是不是一個人 他是好像那些 Frankenstein Frankenstein 中文是什麼 科學怪人 這樣砌出來的 所以就說 認識不到他 問題就是 其實我們不要理他 如何認知他 那個系統 但是你說他認知不到 他作為一個人的話 但問題 為什麼後來 他說那些人 降低 Psycho Pass 他是透過食藥做瑜伽 但是後來又再帶出一些東西 就是移植器官下去 其實你很亂 你完全是看不明白 究竟他背後說的東西 或者這樣說 同仁作為一個 有很多個人的器官 或者身體部位 去組成的一個人 是不是人 他在這個西比斯系統之下 其實他認識中 你會看到同仁的角色 就是他在鏡頭底下 因為那個鏡頭 他不是一個普通的光學鏡頭 他其實是一個 就是認住DNA 之後 然後根據你的樣子 就好像模擬那個樣子 他認出超聲波 所以其實 在這個系統之下 他成為了一個盲點 如果簡單來說 最簡單的就是 只要有一個普通的攝錄機鏡頭 其實你會拍到同仁這個人出來 但是他們就一直是 深信這個系統 覺得這個系統 不會拍不到這些東西 這個系統 拍不到的東西 就是不存在 就是說這個社會裡面 我們認為這個世界 沒有飛龍的 最簡單的例子就是什麼 因為他用的 是科學檢測方式 譬如說 你用熱能的 拍人的 用紅外線 最簡單的就是 你用紅外線拍到地上 你不會拍到影子 你用普通相機拍 你會看到他拍的 這個就是最大的分別 如果你用了一件 絕對科學化的東西 去量化人的存在的話 就出現了這些特例 其實盲點 就是肉眼看到的東西 但是反過來 機器看不到的東西 當然 其實同仁的出現 開始的時候 其實在故事裡 帶起的就是 這一班的監視官 這一班監視官 首先就是 青柳 就是不信透明人的存在 他就覺得 我們的工作 就是 不是找這些東西 就是 找支槍 對著人 看看你的指數 夠不夠 你的指數夠 我就射你 而在這裡 他會看到的 二季裡有一件事 就是 這一班監視官 他們的態度 和珠姐的態度有一樣 就是 哪怕是手上 有一件更加有效的武器 可以阻止前面這個犯人 他都會 不厭其煩地 拿他支槍出來 對著他 你覺得是很愚蠢的 這是一個習慣 在你第一次 你對著這支槍 對著他 那支槍指數是 不能夠讓這支槍發動 然後你第二次 我說 那一刻可能對錯 我對焦會有問題 我再對一次 然後都不行 然後第三次 你依然這麼努力不懈去 對著這支槍 對著他 從小到大 跟著的心底 你要想像支槍 你要想像這個系統 沒有辦法 前面有法 那個依賴 對呀 他們沒有了所謂的求心 基本的事情 沒有了 對 反過來的問題 就是 他有兩個重點 第一你可以說 如果他做得監視官 其實定義了 可能他是很信奉 Psychopath 其實他很適合做這件事 就是系統判斷到這件事 所以他有這個行為 但另一方面就是 他作為監視官 譬如你當是警察 他是執法者 他不是判斷的 但問題就是 這裡有個很有趣的東西 他跟三權分立是絕對不同 他不是行政立法 是司法 他就是執法那個警察 就是監視官 他可以當場處決 當場處決賦予權力 就是透過看Psychopath 因為Psychopath 就是等於法庭那件事 所以如果他純粹執行的話 他沒有經過Psychopath 就是法庭授權 他不可能去執行到 terminate一個人的性命 這個部分 所以如果他當他用另外的武器 就變成了私刑 這樣就變成另一方面 但也可以是樹林 你說的就是 其實他自己有自己的自主意識 如果你去找其他的武器 去對付他的時候 其實你那個是一個自主意識 但衝突 為什麼會有樹林 會產生 當警察去到一個很危急的情況下 其實就不會理法庭 就會自己開槍殺犯 這是一個專業的判斷 或者這樣說 這就是 你相信 比如說 如果剛才用了 矮刑的例子 警察 其實他有一定去判斷 這個人 我是不是要抓 或者這個人 我是不是需要制服他 這個權力 當然 事後你要寫很多報告 你去解釋自己這件事 我為什麼要這樣做 為什麼我會做這個權力 為什麼我會發射他 你會做這件事 但在這個步驟 其實是略過 這個步驟 在現在的監視官 他們是沒有了這件事 就是告訴你 他真的是一個體水 因為最荒謬的地方就是 當如果你每個街頭 都有那些Skymark scan 去判斷那個人Skyco Pass 然後找那個人去抓他 然後那個監視官 這班警察 他不拿槍對你 他純粹執行槍的任務 那你不如用機閒吧 要用人來人做什麼 我沒有需要用人的 人的判斷在哪裏 或者這樣說 西比斯系統在第一季都說 有些地方 他都不是完全可以 機械是可以接觸到的 一定要靠人 所以他才說 無可奈何地 要設定監視官 這個制度 去協助他 將這些漏洞去堵塞 而當然你說 最終清扭 其實他最終 他都覺醒了 他知道那支槍是不可靠的 他最後就是 他都弄傷了 那位大叔 騎著他 不斷撞他 不斷撞他 其實他挺好力的 你看到 他一波 原本那些人質 是全部死了 一波就死了 可能監視官力高一點 還有很厲害 他一邊踩爆了人的頭 頭骨也踩爆了 他根本是一個Biohasa 中的star成員 一邊可以炒敗喪屍頭 不過這個不重要 最終清扭 作出他的選擇 他判斷 終於作為一個 我一個警察 有正義 我是警察 我也是警察 最後他的結果就是 他因為做了這個行為 而令到就是 他是自己的Psychopath標告 他不是現衝爆炸 是美景成為慈母彈椅爆炸 出現有很多人 無論是執行官 執行官其實他們也是 最初清理說 出面我進去就可以了 然後裏面有問題 突然間那兩個執行官 看一看 他都沒有叫 等下等下 雙月都來了 雙月都來了之後 在那個位置 在這班執行官裏面 他突然間可以做決定 然後他就說 神經病 做決定要負責 系統都沒有說 要做什麼 我們當然在外面 靜觀其變 你等裏面 青柳他不知道做什麼 你不用管 就算裏面壓力 那時候壓力已經在爆 區域壓力 壓力已經在爆 但他都說 不行 我們未受到任何指令之前 其實我們就不能做任何事情 然後到三個人來到之後 然後你見到雙月的表情很有趣 雙月那一刻他就覺得 嘩我可以威威可以帶頭 然後三個人 就說 行 這裡等我們 雙月你見到他表情 說 不是我正在處理 有沒有搞錯 我先來 那些表情是不是脫掉 你來啊 沒做過事 你吃花生在這裡 你見到雙月的表情是很有趣的 其實是 他是想什麼呢 他是想上位 他是想立功 但是他怕什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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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最好就是什麼都不用做 但是大家都上位 然後你見到的 就算他見到裡面有什麼事情 然後他在外面說 他在外面說 他就說 不關我的事 這件事 我應該是不做決定的 我應該是 在他的綱密裡面 我不是做決定那個 我不用做決定的 其實 我只是一個 叫做心理質素很好的人 我只是在議場 幫西比斯系統看著 這樣就可以了 這個是我的工作 他是一個很優勢的軍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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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是一個專業的監視官 他是一個專業的監視官 他是完全對得著監視 還有他是一個官員 他是完全對得著這三個字的人 就是完全是一流的 所以他會覺得 朱姐這些是優秀的監視官 他最多是一個 他不會是一個專業的監視官 因為朱姐做了很多事情 他自己去做判斷 很多事情都是說 根本系統告訴你 這件事 現在是要這樣做 但是朱姐不這樣做 還有聽不到 那些優秀和專業 就聽到新番介紹的那套 統和無鎮 而你說青柳在這件事件裡面 死了之後 青柳和野助 其實他們都做了多年的同事 好像是同期的 對 他們是同期的 我們剛才說 監視官做了十年 就在口身棧 有一個職業 就是青柳的口中帶出來 青柳其實他都是 其實他每天都提心吊膽 就是他都怕自己 千年度行一招喪 現在爆炸了 沒問題 阿野助當然 對他來說 他已經 爽了 他已經爽了 你看到他爽了 他已經爽了 他人很瀟灑 尋龍也很快樂 很好 過來吧 然後有空 扔進背 又扮到自己很有格調 還有機械手 還不甩死女兒 對不對 老實說 青柳找他 其實青柳其實是 想找人 他找不到人 但是他現在有 有隻落水狗可以和我掃苦 其實 這個當然 他們是好朋友 這個我這樣想 對他來說 這個同期其實是沒有壓力的 他可以和他宣示 某些事情 老實說 如果野助 還在監視官的時候 你和他宣示 我第一個心想 就是 你只是想踩到我下去 鋼格 然後跟著踩自己上去 但是 你這傢伙不要緊 這傢伙都下水了 踩到兩腳 不關事 這種對比 其實很對比相悅 因為相悅 反過來也有 因為一開始 他就說 伊藤誠我配那個 他就說 阿兒子做以前也是監視官 然後相悅 就說 他已經放棄了監視官的身份 變成執行官 更加就不需要理他 他有種很潔癖的東西 但其實是很相同標準的 本身商業對每個人的喜好是不同的 當他覺得那個人是OK的 他不會拿監視官的那把尺去看他 但當他是一個討厭的人 還會拿監視官的那把尺出來 去量度這個人 因人廢言 其實是搞搞地笑的 不過商業這個角色本身也是搞搞地笑的 在這套作品裏面 所以不算是太大問題 當然你說在這件事件裏面 在這個療養於事件裏面 同人是驗證了一件媽媽是女人的事 監視官原來是殺死的 可以被槍殺死 然後我心想就是 一被殺就會死 我心想就是 我看完這集開頭說 你究竟做些甚麼呢 好像就是第一季裏面那位狩獵的大叔 那位跟這個慎島說了一句話 好像很有心度 然後最終告訴他 結果結果他跟他走到井說 我確定了 監視官是殺死的 你這個發現很偉大 不是他不是這個意思 他意思是否 被Dominator 可不可以制裁這些監視官 我覺得沒有關係 其實重點是 因為Dominator其實是跟過數值的 只要他找到方法 把監視官的數值迫高 其實就到底是34 我們有活生生的例子 而野座在這裏 不是 因為平時有這支槍的 只有監視官和執行官 執行官內的槍 不會對監視官的 監視官不會自己射自己 重點是 因為基於就是 執行對象要變成300 他才會曉寫 問題就是監視官是很低的 那個數值 但問題是 當監視官可以downgrade 數值升升到變成執行官 即移野座 其實已經證明了 監視官數值可以升升到變成執行對象 所以這集的證明是沒什麼用的 除了叫重新再強調一次之外 這件事是不需要承認 即是你作為一個 你不是同仁說你是一個獨行犯 你拿不到政府的資訊 同仁是獨行的 對呀 即是他不是一個獨行玩家 即是他不能夠拿到一切的資訊 即是真的 當你逃了頸的時候 你女兒已經倒閉你了 他什麼都跟你說 他已經是合謀 他都要嚴正 因為他有機會 這件事可能影響到 他後面某一些很重要的部署 一定要嚴正過 但最終我們告訴你 這件事是不重要的 即是說 他都沒有什麼去殺執行官 監視官 也有的 但他只是靠那些機械人殺 也不是 而且就是他靠機械人 但是他機械人那些 他拿著那個武器 都是什麼 那個是實體兵器 不是Dominator 所以你就說 見到這件事 我真的見到 你說了一件很偉大的事 告訴我 因為老實說 這一套東西裡面 也都是 我們另一個角色 東金 他一直說 我想掩剋 朱姐 這件事就是 朱姐 這個這麼特利的例子 就是說 這個人的掩剋難度 是很高的 這個人的掩剋難度 是高一點 但不代表他不會加 你都知道 這件事件裡面 所有人 他們平時定期都會看看 心理醫生 調整自己的色相 那些 而你看到就是 湘越 甚至就是當 朱姐 跟她說 我要見教授 然後湘越那個樣子就是 跟怪獸說話會為人 慘了 沒錯 他慘了 我覺得博士是進化了 由上一季 第一季 你進來 我就已經知道你一切的東西 你拿著槍 你喝過咖啡 什麼都好 我知道了 到現在他的嘴巴 是進化到什麼 我知道講一講話 你的指數就不斷升 你都知道你不斷升 就是說 如果這傢伙在街上大笑的話 就是 哈哈哈哈 靠頭 你已經早了 不是這個全國廣播系統 是在說話的時候 這個應該是死性 那些好像就是什麼 你在街上突然之間有個牧師說 你相信神嗎 然後突然突然就升天 很正常 那些不是什麼石刻家那些 那些 不要煩我 那這個 你會見到就是 在這件事件裡面 整套東西裡面 最差就是這件事件 就是 他真的殺得死 我知道 這個 我只可以跟你講一句 多謝 然後 然後 我們 去到工廠事件裡面 就是 朱姐 不停去找 他不停想改變 就是 透明人是存在的 他覺得 因為他家裡也出現了WC 這個字眼 他就覺得 除非 是我自己畫下去 蒙有畫下去 不是的話 一定是有一個人 來過我家去做 其實 這個有一個問題 為什麼他這麼焦點 楊姐 呢 你一開始有說 例如說 一開始有一個炸彈飯 然後他低了 然後又放回 要送他普通精神設施 然後他走了 走了之後 最後 最後 那些人又升過 被青柳殺了 在朱姐後面寫過去 然後第一次說同仁就說 上手指我原本都以為你會明白的 沒有說過怎麼改 這件事跟剛才說媽媽是女人的事件是有相違的 你既然得到了朱姐的情報 你沒有理由不知道監視官已惹座的情報 原監視官已惹座的情況 然後你去做這個測試 你錯了,同仁就是旺女人,不會旺男人 你又有道理 他收了情報,他捉人才是女的,不好意思 對呀,你真是破萬點 黑來欣做一次雷目,清了之快樂 在工廠事件裏面,雙月不相信 有些人覺得朱姐是一個妄想症 因為他覺得西比斯系統是完美的 不會出這些錯誤 但雙月也很努力不停打小報告 去攻擊他的前輩 他想做一姐,他想做一科的一姐 因為他在這件事件裏 他在青柳事件裏深蹤他 他想做一看,我真的不夠power 我到現場的三科的人會接手 即是他覺得我要improve我的power 所以他一定要去攻擊朱姐 插他的報告 當然 因為偉大的朱姐經過一季之後 其實西比斯系統是很 因為這個人版是強到 他幾乎任何的事都不會影響到他的色相 就算他是一個有自主思想的人 他都不會令到他的色相變更 不贊這個system 雖然他們是爛爪 但有原則 怕你做的事情很差 只要你合乎這個system 裡面的色相沒有問題 就不會對付你 其實不是很像打機一樣 你抓到對敵國最強的戰將 你不會殺他 因為你打破對面整個世界之後 要加入你幫部隊 因為你不會殺他 其實雙方是一個蓬佩維姦的關係 為什麼呢 豬姐其實是知道 我知道你抵制了 我也知道你不敢動我 我知道我開掛斬斃的 所以他會提出很多不合理的要求 而西彼斯的指令人說 又不是太過分 那你去做吧 沒什麼所謂 看死你也不敢認識我機 人家的槍不見了 都說 他的system 失敗沒有問題 就知道他照溫 沒事的 而這裏其實 同人是在系統裡見識不到 西彼斯系統 最初是很激烈的說 我們是不相信有這個人 當然是不知道是東金媽媽的說詞 還是整個西彼斯系統的意志 其實這裏 我們最後那裏 有些浪動 其實是有些浪動的 但是你說OK 他們說不存在 豬姐就說不相信 他一定是存在的 我要證明這件事的 透過事件全部都要證明 有透明人的存在 在工廠事件裏面 他和東金在工廠裏面 就發現了一個器官 即是同人的藏身地點 發現了裏面有很多不同的器官 然後其實開頭這裏都沒有什麼 然後這裏呢 他帶出了另一件事就是 演說的國會議員 被人偽毛那些東西 他們是透過除了藥物之外 就透過活 剛才提到的 什麼活 以職器官去降低psychopass 其實這裏呢 他一直在說一個合成人 其實同人這個角色 其實他象徵的是什麼呢 一個團 即是他自己都說到 在一個故事都說得明白 一個團隊 團隊 一個團體的意志 當一個團體的 白人的意志 你是用一個團體的意志去行動的時候 你算不算犯罪 其實這個其實呢 是在表現西比斯系統的 因為 他自己都是用團體的意志 他自己都是用團體的意志 而這件事就是 為什麼會說 在一個故事裏面 就是說 這個系統 其實是 一個最大的矛盾地方 就是這個位 如果他不承認 他不承認同人這個存在 即是代表他在否定自己的存在 否定自己 是的 等同於就是 自與此之矛攻 此之盾 是的 就是一個矛盾的理論 當然 裡面也經常舉個例子 就是 究竟神 可不可以創造一塊 他自己舉不起的石頭 這裏 他自己的立論 就是 當如果他創造一塊 舉不起的石頭 那一刻 他就不再是神了 因為他不是全能 但我覺得其實 他的演繹是這麼說的 但邏輯上有盲點 因為西比斯系統 他跟同人最大的分別就是 大家都是不同人的器官 砌出來 問題是西比斯砌的是腦 全部都是 腦就是思想的部分 同人砌的是手手腳腳 你不會跟我說你的手指甲有獨立思考能力 但他也是 他動畫表現出來 每一個人都有獨立思考能力 但整件事不合理 可能你的腦是幾個人的腦合在一起 你不知道 那你也是幾個人 你不會代表整個飛機 你這個要判定 心臟是否有記憶 心臟是沒有記憶的 我知道 有些人認為有的 有些人認為有的 可能有些記憶的情報 是在其他地方 因為有人說過 移植了心臟 只是心臟移植了 另一個人有某一段 不屬於他的記憶 當然這些沒有科學根據的事 他敢做你敢相信 你現在是消科技 那個人這樣拼合出來 他沒有排斥反應 我不相信 現在他有一個研究 他有一個專利 這個團體的意志 其實就是西比斯系統 也是一個團體 而紅人也是一個團體 其實在地位上 他們是對等的關係 而且反過來 用這個邏輯去說 如果他說那個系統 不能把同仁 譬如說他指下去 是分辨不到的 但是Dominator 又指自己 又會有個數值 感覺上很奇怪 你感覺上 指自己 你指 朱姐的槍指 還是 同仁拿槍指著西比斯系統 然後又有數值 其實整件事很奇怪 你怎樣去判斷 這裏其實他也是用那個例子 如果他那個例子就是 有一個西比斯是一個全能的神 一個全能的神 應該是唯一 現在就是有多一個全能的神 究竟他是不是全能呢 如果一個全能的神 可以殺死另一個全能的神 另一個神就不是全能 如果另一個神可以殺死這個神 其實他們兩個是互相對立 在糾纏 即是他們 其實他的存在 等於西比斯系統自己的存在 但是集合體和集合體 不能用神對神來比較 我覺得是 當中用了這個概念 你不會用英國的下議會 和英國的上議會 化作為神來比較 大家都是集合體對集合體 沒有直接關係 還有有件事很奇怪 你會覺得 機能上很奇怪 當你Dominator的槍 是指一個人的時候 我不管你的準聲點瞄準 為何他指西比斯系統 整個屁股這麼大 整個足球場 你會看到 他又可以測試到數值 那你怎樣叫統一線 你又很奇怪 這季最大的問題就是 你要記得 上次說過 西比斯的腦 是每一個人 他生前可能就是一個 他獨立體制 那你倆想指他的腦 就是獨立自己的 所以他那個位置做得不好 這季有很多問題 首先第一件事就是 他那個數值的秘密 揭開了之後 但他現在就是用 影響數值這些東西來講 但他影響的方法 全部都不合理 這是最反感的地方 應該這樣說 他們的近則是相似 西比斯系統是 集合不同的大腦 不同的免罪體質的大腦 去組合成一個 network 他們互相去交流 或者互相去處理這些情報 而他們裏面 有沒有個人思考 其實有沒有個人思考 這件事 其實在議櫃裏面 是東金媽媽告訴我們 其實每個佬都有自己的獨立範圍 甚至這個獨立範圍 甚至這個獨立範圍 是可以不讓系統去知曉 這裏其實是出了一個很大的問題 西比斯系統 它是一個集團 它不是一個統一的意志 它是異會 上輪也有個老童童 對面聊天都可以 是沒事的 我死了之後 這樣宣佈過來 就沒事的 同樣的事 我先當成計了身體部分 真的會有這個意志 那個人的意志 會成計下去 那個老大 那個老大 會集合這裏這麼多人的記憶 所有的資訊 反而是紅人更加是一個綜合體 當然我不知道 是不是他裏面有多重人格 在這裏 30多人在這裏 應該不止30多 是130多 是有很多 那幾百多人 是不是經常在他老大開會 然後說 然後怎樣走?舉左腳還是右腳? 走走井那邊應該怎樣攻略他? 這件事很難搞 反對女生說反對攻略 不要這樣 究竟左手摸他的眼睛還是右手 右手還是一隻手指塞在他的口裡 你這個可能有很多的討論空間 左手和右手是情人節很討論的空間 我們不清楚同人的運作機制 因為同人的運作機制沒有 所以其實他很難跟西比斯系統做比較 這個是理解的 好像剛才說到 他在最後的事件中 他告訴你一件事 就是這個西比斯系統 他最後是為了可以辨識到 同人這個存在 他弄死了某些大佬 要更新 即是那些大佬就是什麼? 投了反對票的那些人 其實我好像剛才說的 宗教上異見那些人 你反對我的時候 我就不接受你的存在 因為這樣就 辨識到 但你說 否定了 一群不認同所謂的集體意志的人 他不是否定集體意志的人 其實我覺得他有個最乾淨的 是做法的 他純粹就是 現在的Dominator指著他 西比斯系統整體犯罪指數 高於300 執行對象 於是他 拿到最高分的幾個 拔走三 平均數就低了 低了 我們就不是執行對象 我們又開始一個 健全完美的系統 完 所以不是說 排除二幾者 即是叫做什麼 斬腳趾 所以你說 開頭用全能神的理論 去比喻西比斯是一個不恰當的 因為西比斯系統 他不是全能 他不是全能 一個不是全能的人 他一定會有自己做不到的事情 即是說 這個神 是真的有一塊石 他真的會拿不起的 不是他變一塊石 他拿不起 他真的有一塊石 他自己本身是拿不起的 但其實如果用這個比喻 這套東西是很巧妙的 因為你要知道 同人的創造 是基於東金的手術 他是創造了這塊拿不起的石 這是最有趣的地方 不是 我覺得有點不同 他是創造出來才知道 這塊石拿不起的 都可以 但整件事很吊詭 應該也不同 創造出來那一刻 是想不到這個發展 即是創造出來 他想不到西比斯系統 原來是不能辨識的 因為這樣的 同人的個案是 最初都能辨識到他的 是慢慢慢慢 再不能辨識到他 即是在最初的技術 可能在立論裏面 就說 這個其實也是一個受控制的 即是在我們系統之下 我這塊石也是拿得起的 但原來這塊石 原來這塊石 會弄傷的 然後你就拿不起這塊石 即經過一些變化 當然西比斯系統 然後就說 將所有一些不認同的大腦移除 其實這個也挺尷尬的 其實你和移除的大腦 叫做什麼呢 就是好像剛才的 叫我 就是因為 因為一支槍你對著我 大哥你整支槍對著我 我有什麼辦法 他對一個腦袋 死了沒問題 一直都無事 還不是犧牲了 有些死事 所以這裡有個問題 這一堆腦其實是原件 你見到他們可以全身的腦 究竟是不是有一個超級大腦 在下面去判定這件事 其實是不知道的 一定不知道 第二 他的腦除了可以塞在地底 塞在天花板 因為究竟他是一個唯一神 這些只是提升我這個唯一神的元件 全年了 還是他 他有一個統合體 其實我覺得他本身是這一堆腦的集合體 因為其實用一個最簡單的比喻 剛才可能講過 就是心臟肌肉的問題 心臟肌肉是本身自己懂得跳的 每一個肌肉自己懂得跳 但是為什麼大家會有心跳 就是因為有一些部分 好像龍舟打鼓一樣 是令到統合了所有心臟靈腦 問題就是西比斯系統 有沒有一個最高層的統合者 統合大家的意見 這裡是不知道的 其實東金的媽媽算不算是 他純粹是今次事件的負責人 你路上應該是最先發明的那個人 他第一個進去 那條路進去的應該是他 所以這裡其實如果 如果照這個理論 西比斯系統是有一個 即是他越解釋得 是越來越模糊 因為一季裏面 我們都說他是一個 意志的統合體 他是分享了所有的意志 就是 治到所有的大佬 去做出一個一致的決定 去到這個位 他如果這樣去握殺大佬的話 然後他會說 我又更新了 我成為一個更加完美的存作 甚至乎那些大佬已經有不同的意見 還有最荒謬的地方是 那個數值是你們定的 即是那份卷是你自己改 然後你將改得高分的人再剔走 這個才是荒謬 改卷的基準是你們自己定的 你們自己改的基準 就得到 為何會要辭除那些人 其實是沒有需要的 這個就是他說 很奇怪 他說一個拿不起石的問題 如果他去改這個的話 就會發生的是 外面的一般市民都會辨識不到 即他不可以將自己成為特例 他根本已經是一個特例 即他不可以將這個系統 放諸他這個社會制度之下 皆準的制度 他不會去做一個absorption case出來 突然覺得他也不是很乾淨 都說他跟規罪 總之你法律指數沒有超過的話 或者被人偷了去用 都不會說你 不會剁你 當然你說 我覺得今季做得不好 我想本身的架構是沒有問題的 但因為在這個架構底下 他追加了一些設定 就令到前面那些東西 你會覺得你會有疑或有問題 有些細節 其實很細節上 很多東西很複雜 不是複雜 它是一個合理性成疑 不是複雜 複雜 不是合理性成疑 如果說到的 然後另外 在珠姐的行動裡面 當然 他一直扮到那個態度 就是 他跟一季的態度 是沒有什麼分別的 還有殘 不是 甚至乎看完第二季之後 反而珠姐比西比斯系統更慎 因為他參考了珠姐的意見之後 他升級自己的系統 根據珠姐的意見 你第一天看西比斯系統 所以我覺得甚至乎 他們西比斯系統 是以珠姐的個性 去更新 你會看到的 所以 為什麼最後 就是他們想邀請珠姐 進去裡面 但是你也看到 珠姐在這裡 我們要不得不提 東金 是很想掩黑他 他想掩黑到程度 掩黑到就是 他用任何的方法 無論壓力也好 殺了他媽媽也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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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一刻其實 你見到是在錶 但是錶不到的 然後就說 冷靜 深呼吸 然後就說 人始終當然死了 這麼豁達 你見到珠姐是一個 她真是一個異常 她異常到就是 當然你可以說 她很理智 她異常 或者她真是好 實發的支持者 支持到戴黑到沒有 戴黑到你 是想像不到的程度 甚至乎 是在末段的時候 其實我見到 這樣的情況 她都沒有 就是 Cycle Path 都是這麼完整的時候 甚至乎 她是 某程度上 她已經超越了 人的存在 因為人 有起落落 基本上她已經 索失了 甚至乎 所以我覺得 珠姐 到了後期 已經是一個 機械人的存在 或者這樣說 我剛才會說 她是法 她是法的支持者 她去到那個地步 就是 就算 哪怕東金殺了她 阿文 還有一些 一部分 送給她 你先斬魚仔 對 送一部分 給她 你都見到 珠姐最後 沒有想過 她自己親手去制裁 東金 她覺得東金應該受到她法律的制裁 不是她私營的制裁 不是她私營的制裁 就算哪怕我 很討厭她 但她厲害的是 她完全把自己割開了 我討厭她 還有我想殺她 她把兩件事完全割開了 但其實討厭這件事 會不會影響 Psycho Path 動畫也沒有說得很清楚 所以這裡是有一個模糊地帶 你會見到 我們在過往的所有角色 提升她的 Psycho Path指數 就是 當中她有招呼 她恐懼 或者她有一些 住址的獨立思想 負面的感情 對 可以這樣說 就會產生 引致系統會叛 這些感情 導致犯罪 其實她未犯罪 她有機會會犯罪 就等於未來報告 我預測到你未來會犯罪 但我現在這一刻我什麼都沒有做過 對 我現在這一刻你沒有做過 不關我的事 總之我預測到你三秒之後 你就會殺人 殺人 但我三秒前就要對撐你了 對 我三秒前就要對撐你了 他跟這個例子一樣 其實這個有一個矛盾在 而如果是這樣的話 朱姐的確好像贏人姐所說 他是完全超越了這套系統 更神的存在 其實是不 他又未去到不 他是可以被測量的對象 但他是一個就是 我叫他催眠自己 的狀態 去令到自己 降低自己的Psychopath指數 其實他是有別於 有別於 他跟教授 是令他對比的 我覺得朱姐再進化的屈子 只要跟他說完之後 他可能 他是 都可以令到Psychopath指數降低 但其實會不會就是這個原因 令到為什麼 最初阿童仁覺得他會了解 不關事 我覺得 因為同仁也是令你的數字降低 朱姐又是自我降低 朱姐永遠是浮浮沉沉沉的 這些數字無論經過什麼事件 會令到一個人 我們第一季 他朋友被殺 死了 人被殺就會死 又來 又來 人終雖一死 只不過我的朋友 先走我一步 我會永遠懷念他 而這裏就說 我阿嬤 我阿嬤都入了療養院 她已經九十幾歲了 無謂要他那麼辛苦 死很正常 死之前脫了耳朵也是很正常 都九十幾歲 都叫做 笑爽 不要說 誰的腳耳朵不是笑爽 誰都會笑出來的 笑出來的 笑出來的 現在一隻眼睛拔出來 是不是更簡單 總好過 斬了手手腳腳腳 之後又有一大堆手尾經 又死不去 一個痛快 都未常不是一件好事 我覺得朱姐 真的可能是這種心態來的 但反而是巧合的一件事 就是如果一個法律來說 反而是要朱姐這種 對任何事情都根據法律來 不會有偏差的 不會有自己自我的行為 去判斷這件事 反而是最適合的說法 其實這裏我覺得是同一個 跟樂園追訪其實是同一個主題 你覺得現在這裏 這個西高巴故事裏 誰最像人 最像人 的存在是誰 最像人應該是雙月 雙月 的確 雙月那種 真是典型 小市民 是典型一個很生物的人類 首先就是 自我保護 公理主義 他有自我保護機制 一個生物是不能夠沒有自我保護機制的 你看到那群監視官 是全部沒有自我保護機制 就像我們剛才說的清漏事件 你看到你對著兩支槍 你依然還要用那支槍對著他 很明顯就是你這傢伙 你覺得就是 我本死無大壞 而雙月就是 你覺得這個人 他是有喜怒哀樂 他是有 毫無大壞 他是有妒忌 他是有上進心 他是有上進心 他有上進心 而他又會扭底 他是一個很活塞 在事件裏面 當然剛才我們說的 就是清漏事件 就是看得出 他有慾望 他想上位 但是他又扭底 他又怕事 他又怕負責任 他打小報告 東金媽媽打小報告 然後東金進來的時候 就說 你知道太多了 因為你知道了這個合成 同仁這個合成人的資料 就說 我不能夠你的生存 他不是知道合成人 他知道免罪體積而已 然後就是 他想試圖 污染 故意講完這個系統的所有事情 試圖令他的細胞化指導提高 然後就可以一槍就射爆他 因為 有一個很好的例子 我這個人其實太危險了 我就要對爆 然後他採取他的自我保護機 然後就說 這個世界上太美好 這個世界上太美妙了 系統萬歲 自我催眠了一點 然後 這個 是跟周星馳的電影說 你三個 應該說跟武間道 東雲澤哥說 你鬥口鬥眠問貨的話 我又知道你想對我 我當然說好 大哥 你真的當我是傻的嗎 不是說回王子 他只是穩積而已 你看到質情上面 那種說 那種由內而外 又挨而內 又挨而內 那種感情的出發 你看到就是 哇 他是交足氣給你 你就是親切感 你就是親切感 然後 然後 他就是憑這一齣 就是 甚至就是 他說 說完之後 因為那一節其實沒有說 究竟有沒有用之槍再對他 因為他說完之後 他就說 不行 這個實際太完美了 我是完全支持你的 請讓我跟隨你吧 教主 那種這樣的態度 然後 東金和東金媽媽就說 這一種人 就是我們最理想的人 他就知道了 很優秀的教士官 專業的教士官 是 簡直是一流 簡直是 無可挑 然後又放過了他 你看到就是 這些就是生物的本能 一個生物 叫做在一個 弱肉強食 一個大自然的環境之下 生存就是要 要懂保護自己 裝傻 他是完全能夠體現這一點的 他是 落到地下跌事件裏面 其實 這傢伙都是發揮他的蛇骨 發揮他的上進 和牛底的精神 這個角色其實 雖然我知道就是 很多人在這套作品裏面 很討厭他 但其實他是一個很統一的角色 不是 我討論豬姐也很討厭他 兩種不同的討厭 就是豬姐那種 你是對他那種 自來和 超級 就是你覺得 你這傢伙究竟是想怎樣的 就是你一看一次 你真的很有理念 但是你又不做事 不是 他不做的 他有空做的 大家做事 他按著還沒做事 他會說 我知道這個世界的真理 不過我不告訴你 這個世界的真理 如何執行 但是你執行 我就覺得你這一部分 就做得不好 你這一部分做得不好 你這樣做是不行的 你這樣做這個世界 是不會改革的 這個世界是不會和開的 那你做吧 我不會做的 很多人做的 我現在說 因為現在是理想改變 我站在一個高地上 我現在就是 我在審判這件事 我覺得你這樣做得不對 所以你有錯 而朱瑟裡面 他對他來說 他覺得錯的 最重要的事情是 在這個改革制度裏 不准殺人 其實他一直 對他來說 他是對殺人這件事最抗拒 他又不是不准殺人 我覺得 他覺得 所有事情都要經法律審判 經過社會系統去處理 無權去做殺人這個步驟 如果他諾心 Psychopath說 你這個方法很好 我同意這個改革 他就會同意 但這個不可能 正確地說 他是尊重規矩 當然他是尊重規矩 但這個規矩 他是不是真的尊重規矩 這個規矩其實是一個模糊地帶 不是 如果他尊重規矩的時候 之前說 他超越了300 就應該開槍 他是不是尊重規矩 他如果不是必要的情況下 他會選擇不殺人 對他來說 殺人這件事 他會放到最後 無論你想做什麼 萬一最終就是 無論你很餘懷 就算那個是十我不赦的人 只要你 用你的規則去殺了他 而 你就一切都不要說了 我現在就是要抓你 我就是想射你 但是我又不會用普通張射你 我一定用普通張射你 為什麼 因為不關我的事 不用寫報告 有黑子彈 當然你說 我在第二季裡面 我真的只是看到眾多的專業人士 為何去遵守他們 其實你看到的 就算那群執行官也是 他們是非常專業的 上班打機 監事官的問題 不是 監事官說做什麼就做什麼 不做什麼就不做什麼 他死了他就怪我 那他沒有指令 大哥 我又不可以自己行動 萬一我自己行動 你找支槍對著我 我又覺得我又不是很想死 我又沒有決定權 違反決定會被人死 這裡你是看到一大堆的人 但是看到 他一直在說 就是一季裡面的所有事情 他都在打一季的自定念 他一直在違反 破壞一季裡面的一些系統的準則 而變相高的人 其實他真的有自己的準則 但是那個準則 是故事情之需要的時候 就會出現 或者就會變成合理 變成真理 所以是很詭異的 當然我不知道他究竟劇場版 最後他是想怎樣收拾 這件事 他本來好像很誇張的機械人 有什麼事 他以為很開心 不可能變成一部戰鬥動畫 其實這部 今季其實都算是死得少人 老實說 主要角色其實都沒什麼死過 你不要說主要角色 你們市民都死了不少 市民 整個第二隊殺了 三隊死了 不是 那你一部動畫 世界裡連終死不少人 其實他那個數量其實是很閒的 以這個為準則的話 整個刑事科生沒有人的殺了 死了一隻豬姐幾個 沒有 其實 如果你這樣想 可能這個是豬姐的計劃 豬姐就是要慢慢碎入 這個西比斯內部系統的實力 他不加入這個系統 就是什麼 他要成為新系統的主宰 我為什麼要加入你 然後推回你就可以了 我成為這個主宰 不是 他就是什麼 如果你這樣欺負一點去看 豬姐是五 他是不想推翻這個系統 他認為這個系統有很多可取的地方 如果是這樣 他想做的事情就是 奪權 直接踢他下來 我沒有破壞這個系統 但我可以改善這個系統 他就由內部慢慢滲透進去 如果有第三、第四季 他會慢慢滲透進去 慢慢滲透進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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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夠滲透進去 然後就說 你還是不行 我來 其實豬姐自己夠神高拳 可以把白色拳 你講到亞視 這樣 其實我覺得這樣 反而合理 豬姐是想從內部改革 他是改革派 他不用去激進派 去推翻這個系統 因為一激進 通常都難免有傷亡 大家都要知道 過往的歷史告訴我們 沒有一場革命 是真的不多洗流 影響太大 應該會 總會有人很不幸 革命完之後 自己有沒有這樣的地位 這個問題 主者要確保自己的地位 是舒服安全的 那他當然 你看到他的 那樣的 你問我媽媽還是婆婆 我婆婆都賭上了 媽媽都賭上了 這樣都沒有地位 搞錯 你看到就是 一個政治家 為了一個政治手段 他可以放棄個人的利益得失 他為了全門大局在場 這個人很明顯 人才來的 你看到第一季 記不記得這個節定嗎 豬姐在各方面的領域 其實他也是TopA的 其實他也是 如果這件事 我覺得 如果這樣的話 整件事真的不同了 這一套是選戰來的 其實是 這一套是選戰來的 我現在加入一個system 我只是幾千個腦 其中一個腦 不行的 上天的人 上天的腦 都只剩下一個腦的時候 就是主宰了 你如果這樣看 這套東西真的不簡單 我覺得真的 他很有可觀的價值 我要佔九成的股權 一成就不夠 那他第三季拍什麼 上手王朝 不是 你要慢慢說 豬姐 叫做什麼 豬姐操控事件 但他永遠不會站在第一線 這些是什麼 就是典型落下手 我終於明白第一季裡面 豬姐為何各方面 你看到第一季裡面 朋友死了 面不改用 這些必要的犧牲 朋友都沒什麼所謂 在我計算之內 朋友都是身外物 而阿媽死了就是 都是在我計算之內 為了成就的大意 我犧牲了家人 但是呀 死了一個阿媽 那個老司又一個老 有賺 真的 你這些真的叫做政治籌碼 你叫做什麼 我為了一個決定 我為了社會的大局在想 人類的未來發展 埋向一個更光輝的未來 我犧牲了我的家人 我就是為了責任你們 你們這一群 不知道什麼的人 我犧牲了我的家人 這麼像台灣選舉 不是啊 我想起一件事 黑暗兵法 豬姐姐 是嗎 老實說 但我真的就是那句 我真的明白 一季裡面 其實可能虛淵真的有這樣的鋪講 你想多了 我覺得沒有什麼事 你想多了 很完美 但如果我剛才這樣想 我覺得整件事都通了 我真的看得到 我看得到黑暗 我們看得到光明 這套東西不是黑的嗎 這套東西怎麼光明 很難 如果這樣說 我完全明白 豬姐真的是一個不簡單的人物 他真的會成為這個世界的主作 對世界的神 我覺得 為什麼離開他 因為這個女人太恐怖了 他看透了這個女人 就是移植了這些就不幸了 很明顯 就是你見到就是 扯下來 已經是冬菇了 老實說 移植作為一個理解他的人 就是 他下了監視工作 他從來沒有幫過移植 這些就是政治人物 這個人已經沒有利用價值 他怎麼沒有幫過移植 不是 新人來的時候是教他東西 但 你見到無論就是相悅也好 相悅也好 相悅也好 就是相悅也好 朱姐對他來說 真的冷冷眼看著這件事的發生 他沒有想過去捍衛這個 曾經是他前輩 帶他出生 都叫做 教過他東西 的一個前輩 他完全沒有想過幫他 而教授那裡 你見到就是 教授他是什麼 他有事才找他 軟禁 他自己軟禁自己 這就沒有關係 但是 你見到就是 朱姐是有事才找他 其實是 沒事嗎 下形質 走開 這些就是典型政治家會做的事 我覺得這件事很合理 Cycopass這件事 就是第三季 朱姐稱帝 第四季 雙魚退回 任何東西都有三部曲 真的有四部曲 劇情巴林已經做了 可以做七部曲 你這樣就是 有沒有蜘蛛俠 好了 這一套 我們就到這裡 我們下集再見 拜拜